从门中走出的头手脚小玩意儿 与电子等人对视了一会儿 而后突然一跃而起 冲向满脸惊慌的小小红 就在小小红被吓得大叫的时候 季夜举起手 做出了一个抓住的姿势 头手脚小玩意儿立刻停在了半空中 这样小小红和电子等人甚为吃惊 见此情景的帕瓦则立刻制作血刃 边喊开打边冲向停在空中的 头手脚小玩意儿 并瞬间将其劈成两劫 此举直接吓得小小红 坐在地上挖挖指教 帕瓦则立刻得意忘行了起来 恶魔 被本大爷的实力吓惨了吧 吓得都飘起来了 派瓦忘乎所以地夸耀着自己的威风 随后立刻被季夜告知 小玩意儿飞起来和帕瓦无关 而是季夜的能力 原来 季夜与幽灵恶魔签订了契约 用右眼交易了幽灵恶魔的右手 刚刚正是通过这只看不见的幽灵右手 抓住了小玩意儿 科普完自己的能力后 季夜看向秋事先准备好的枪支肉片 发现没有任何反应后 确定小玩意儿和枪支肉片无关 于是决定上楼继续寻找吃下枪支肉片的恶魔 路上 帕瓦好奇地询问 季夜为什么要把能力透露给自己这个安全隐患 季夜则大方地表示 知己知彼才能更方便协同作战 而且他还藏着杀手锏 所以没关系 随后帕瓦抽出血刃 对准了身边的小小红 真的吗 那如果说现在也要杀了他 你打算怎么办呀 帕瓦话音刚落 便立刻被一只凭空出现的手臂掐住了脖子 这正是季夜的幽灵之臂 此时的季夜正以和手臂相同的姿势掐着空气 满脸轻松地威胁帕瓦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就直接将他杀死 痛苦的帕瓦想用力按下幽灵之臂 但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碰到他 于是只好服软 季夜也消息息地收回了幽灵臂 告诉帕瓦还是和平相处比较好 搞事情真的很麻烦 哼 总有一天也要生吞了你 刚躲过一劫的帕瓦立刻放弃了狠话 一旁的电刺则警告他不能这样 因为自己还要和鸡野亲亲 就这样 正在八楼的一行人继续向楼上走去 但却发现无论怎么上行到达的都还是八楼 为了搞清状况 黄警决定去确诊一下 于是一个人奔向楼下 结果在八楼的上行楼梯出现于众人面前 为了确认大家确实没办法上下楼 季夜让小小红比出两个页的手势 随后走下楼去 果不其然 下了一层楼的鸡野和荒井一样 出现在了八楼的上行楼梯 下面还是笔叶的小小红和其他人 了解了情况后 邱断定这是恶魔所为 他打开小小红旁边的房门进屋调查 发现房间的窗子外 竟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打开新房间的门后 笔叶的小小红背影出现在了邱面前 此后大家又调查了电梯 天花板和其他房间的窗户 发现无论怎么走都会回到八楼 显然行动队彻底被恶魔困在了这里 完全没办法逃脱 是不是因为帕瓦杀了那个恶魔呀 那家伙还没来得及解除能力就死了 所以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电刺悠闲的躺在床上 阐述着自己的猜测 听了这话的帕瓦 则立刻创造出了一段不存在的记忆 迅速质问电刺 为什么指使他杀投手脚小玩意儿 二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直到邱告诉他们 恶魔一死 能力就会自动消失 不存在来不及解除 就死了这种情况 排除了电刺的猜测后 吉野又询问邱 枪支肉片又没有反应 被告知从刚刚起 就再没反应后 断定大家已经中计 并感叹 这次遇到的恶魔竟如此狡猾 还懂得用诱饵战术 了解了现在的处境后 小小红立刻陷入了崩溃 觉得大家都会慢慢饿死在这个酒店里 见小小红如此悲观 荒井连忙鼓励起了他 告诉小小红要打起精神 还说为了供哥哥上大学 来当恶魔猎人的小小红很坚强 却不料这番激励 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原来 小小红来当恶魔猎人 完全是被逼的 由于家境不好 父母只同意成绩优秀的哥哥上大学 还逼小小红打工赚钱 并且只能从恶魔猎人 和陪酒小姐两个收入高的工作里 而选一 我也想上大学 可是我现在就要死在这里了 小小红绝望地哭诉着自己的命运 一旁看到他痛苦表情的帕巴 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因为恶魔的天性就是如此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人类的恐惧 某某某不怕不怕 哦哦哦 小小红不怕不怕 你要是害怕 就正好碎了恶魔的心愿了 姬野抚摸小小红的脑袋 温柔地安慰着他 帕巴则在荒井的喝止下 努力地憋住笑容 随后荒井询问姬野 是不是只要他们一直没回去 就会有其他恶魔猎人过来救援 姬野则无奈地表示 但愿救援的人 不要像他们一样中计 随后立刻被邱告知了 一个残酷的现实 根本不会有救兵过来 因为房间的时钟 一直停在8点18分 这意味着 恶魔不仅困住了他们的空间 也困住了他们的时间 就在众人因此 深感绝望无力的时候 电刺兴奋的声音传了过来 好耶 简直太厉害了 那岂不是想睡多久 就可以睡多久了 等你们研究出什么结果 再叫醒我吧 这么舒服的床 不好好睡一觉 这么可惜 就这样 对恶魔生怀感激的电刺 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 睡着了 众人震惊的电刺